星期二得道 大家好 今天呢 是2月十幾號 十八號 2月十八號 好意頭啊 星期一的星期二得道 出街的時候應該是元宵來的 出街是元宵街節 所以祝大家元宵快樂 什麼節都快樂 遲些復活節又快樂 清明節又快樂 清明從洋都快樂 禍節日祝人快樂很正常 好像我之前說的那樣 7月14日是甚麼祝人快樂 餘蘭節快樂 餘蘭節快樂 要想一下餘蘭節應該怎樣祝福 應該怎樣才可以快樂呢 你看不到可能會快樂一點 清明節應該怎樣祝福呢 應該說些甚麼好呢 數目快樂 很快樂的數目 遲早就太有貧乏了 根本從來沒有人說那麼多快樂 什麼東西都快樂 你不要拆開了 元宵真的沒有問題 元宵節快樂是沒有問題的 中國人從來都沒有快樂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真的沒有的 你看看以前的詩人 都是那麼慘 主要是說那個悲慘 國家不幸私家幸 通常都是那些 全家產東西來的 沒有一樣好的 所以快樂要遲緣 其實節日應該是祝人安好的 不是祝人快樂的 如果你要說的話 現在就沒有所謂啦 總之大家都快樂是啦 如果買股票想快上就不想快樂啦 祝人家 清明快上 元旦快上 買了股票想快上 淡油也不行 淡油也要快樂啦 最近淡油也不是很開心 因為不算很快樂 因為股市也不下 每天都上 好了 我們 就 那個 台灣的行程 差不多啦 現在也有計算 許留山 也有16人 要包括那些小巴 旅遊巴才能坐得到那麼多人 因為那些七人車也不夠 行程大致上 我們也會在我們 圍內公佈了 不會公開的 免得 大家想撞我們 跟我們合一合 想你撞就不是那麼容易撞得到的 今天 有刁拔在這裏 聽到的聲音啦 有Johnny在這裏 有我在這裏 我們 就要說下一單 今天 好像是這兩天發生 是不是今天 應該是這幾天 這幾天開始報道 事源就是有個 騙徒 叫做 警嫂 叫做阿平 離婚警嫂 離婚警嫂 騙的士佬 還有民縣 深圳的民縣 射程範圍也挺闊的 這是一個洲際導彈來的 由30歲射到60歲 飛無腿導彈 還是山無矩 按這個說法大概100多公里 所以可能是一個戰虎塗彈 覆蓋了深圳 100多公里 100多公里 去到廣州的啦 這也不奇怪 有八公里 你不是直先行進嗎 我們說回這個 警嫂 離婚警嫂 說警嫂 我突然想起一首詩 那首其實是一首詞 不是一首詩 這首詞其實是之前我們朗讀過的 這個就是 2008年 一個大作 那首叫做江誠子 填詞幫他重新填詞 是因為紀念這個民村地震而作的 當時大家 在網上也討論得很熱烈 大家也紛紛幫這個 王兆山 這位 山東作協副主席 幫他改詞 讀一讀給大家聽 他就把江誠子改 天災難備死何素 主席門 總理夫 黨痛國外 升升入廢墟 十三億人共一哭 眾造鬼也幸福 然後就是 銀鷹戰車救初屬 左軍縮 又警姑 我記得 聽到警姑是不是這個警姑 警嫂 警嫂和警姑差不多 嫂和姑差不多 當然有分別 當然有分別 看奧運同歡呼 一聽到 死了也不緊要 即使死了 也希望 前面有個 電視機可以看看奧運 看看中國拿金牌 那麼 做鬼也幸福 只要你一句做鬼也幸福 已經不知怎麼駁你好了 既然做鬼也能夠幸福的話 大家都不需要 立即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清明 幸福吧 幸福吧 清明幸福回答你 我們說近一點吧 我突然聽到警嫂 左軍縮又警姑 很關愛市民 關愛什麼呢 跟Watson是一樣 更加關心你 有人可能沒有看這宗新聞 先說什麼 你不是聽到舊王 簡單說一下 警嫂騙了的士司機 跟他說我單身 當然是 認識了他 然後 軒寒問戀 很關心他 當時他認識他的時候 乘搭的士認識 一直 叫他買保險 然後就 混熟了 這個阿叔 這個阿叔 60歲的士司機 還帶他回鄉下 介紹給親人 認識他 但他還是老婆的 這個司機是老婆的 還有一個女兒的 那個女兒很大部份 這個就是當時 我們說了很久的 這個叫林魯入花蟲 坦白說 他應該是一生人 都比較規行舉報的 結果是靚野了 結果為什麼靚野呢 在於兩個字 兩個字 可以足夠讓所有男人都靚野 那個叫靚仔 你知道嗎 那些人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語 是形容自己的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不論是阿姑 阿嬸 突然叫你一聲 英俊 60歲的阿伯 當然啦 中年人來 我聽很多了 尤其是在大家樂大廢 英俊的時候會不會 但是呢 的士司機不會的 單對單不會的 現在聽到這個詞語 你明白嗎 那句好像一句咒語一樣 立即呢 中飛鋼 那邊 在後面叫一聲 汪國佬 不是塵茂波 中飛鋼 即時呢 糟糕 他覺得自己真是英俊 終於有人發掘到我的優點 傾郎雙壽 我有什麼都給你啦 你要我的生命我都給你啦 最主要都是給錢 當然啦 他主要都是給你錢的嘛 你真是貪心英俊嗎 不用說啦 大家明白啦 所以呢 我說 說過很多次 逢是 林老入花蟲 因為你年輕人出來滾 出來逃 被人騙也好 交學費呢 年輕人交的 就是學費 老交的 就是官場本 就是你的所有 即是 那首 陳百強 我所失敵 境遣是 我的所有 你真是 金錢 事業 朋友 親情 家人 通常騙徒的手法都是由低做起的 首先問他不是借三十多萬的 首先 借五萬元給我搞酒吧 讓我有自己的事業 好嗎 這個人在說 這個人在說的士路 他在鄉下在開酒吧 五萬元 他問他的地址 沒有的 在哪裏沒有的 裝修點 什麼都沒有的 然後隔了幾個月 關鍵出來了 他竟然有人跟他說 有人喝完酒去那裏死了 所以就被人 查封了那一檔東西 這個其實也不是很典型的 大陸 我之前說過花肥的故事有幾種版本 首先 他如果是 二十幾三十歲 他一定有弟弟 當然大家 基本上你少了解國情都知道 這個年齡層是不會有弟弟的 因為一排政策 沒錯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的 是有的 龍村 有機會有弟弟 因為 生了一個女兒之後可以追多一個兒子 有一個名字 城市人沒有的 城市人是不會有弟弟的 隱瞞著他 當然 超生會罰錢的 他們通常的版本就是 弟弟出來走私 要問你借兩萬元而已 初初那個銀碼 很容易負擔的 不會一口就咬過去 兩萬元 兩萬元就夠了 賺十個開 可能不會這麼說的 蔡先生 我想問你借兩萬元 如果麻煩了你就不要了 我其實也是自己解決的 如果你有的話 就給我方便 我過兩天就給你 怎麼那麼熟 其實有很多種版本 他要因財私教 要因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那個 孔子 有教無類 有困就無類 總之你是人 他就想要困你 然後 就算一下 哎呀 混蛋了 弟弟被抓了 就先走了 被公安抓了 要多少錢補食 要五萬元 去救他 救了就好了 其實他這個故事比較空洞 沒有這些partner 沒有這些合理一點 這間店被人查封了 為什麼好像沒有東西可以埋給 一跳就跳到買樓 買樓是另外的 買樓是另外一個 好像是 買樓不是很像這個 也是同一個來的 也是同一個來的 他就說 買樓其實有 大陸有幾種 他說 我們現在帶你有門路 被外面打折 然後 轉過頭就賺錢了 可以打折那麼好東西 什麼都可以打折的 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國情 記這些幾個terms 全都是口頭善來的 聽了二萬次 適人 有門路 打折 有關係 那層樓的外面要買100萬的 我們買70萬的 我們賺三成日 公安局 政府有人 然後 有人就出事了 最近打探了 我們那個朋友被抓了 那些錢都沒有了 習近平的親戚 王岐山的家人 什麼都有 全部都聽過了 類似那樣 這個又說 還是王健的家人 對 很多 其實另外還有一種騙案 我們說過很多次 尼日利亞騙案 就是尼日利亞只有黑錢 喔 我知道這個 但是我們一起用力洗 洗乾淨之後那些黑錢 可以幫我們賺五千萬美金 我們不用拿太多錢了 這個已經比較複雜了 你先說吧 待會你再說你的版本 然後就哄你來日利亞 一去到你就綁架起你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的老頭 這個成本太重了 這個成本太重了 輕一點的就是 有個不知金 需要一筆起動錢 要解封 激活的戶口 你要存一萬美金進去激活銀行戶口 裡面呢 現在有五千多萬在這裡 有遺產 或者是遺產 或者是中獎 什麼都好 總之你就要入一萬美金進去激活 你激活因為戶口太久 凍結了五十年了 這筆錢呢 是納稅時代剩下的 在瑞士銀行有一筆金錢 我想問一問 你收到這個是用電郵收到的 你用什麼情況之下收到的呢 這些是電郵收到的 這些是電郵收到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call call 不是call call 是掛號信給我 來日利亞掛號信 我收過啊 是嗎 抬頭寫雕生 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怎樣 總之他弄了一封這樣的東西 寫你真名的 你也洩露了個人資料 很明顯 都很有誠意 我們說回軍嫂這件事 快點時間 那個男人知道漁夢錯省 老婆跟他翻臉了 走了 女兒又說不喜歡他 中間他有收過神秘的 WeChat訊息 告訴他這是片局 是的 那個原來就是另一個 在大陸 另一個輔主 另一個輔主 因為他可能會擺上朋友圈 這個就是我的target 這樣擺上朋友圈 另一個target 看到 原來不止一個 這個是騙人的 透過那個案件 我想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如果是微信 要我們理解 一定是透過朋友圈 出事 沒錯 因為之前我們吃飯 我們在那個朋友圈 寫了放題 然後就被另一個朋友知道了 我們在位置 在尖山水放題 於是就出事了 於是就收到神秘訊息 對 收到神秘訊息 就說 這個被騙之後 他就踩上去 他原來在德福那裡住的 在德福花園 這裏 其實就是警察宿舍來的 因為德福當年那個批地 有一部分就給了政府 警察宿舍 上去 原來這個女人 跟一個警察 結婚了 不過是離婚了 還有一個女人是13歲 他踩上去 當然是追人家 追那個要還錢 但是 這位女士 當然是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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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就騙你錢了 就是女士那一隻 那你就報警吧 跟你那個花肥的情況 有點不一樣 這個真的在香港 其實不是完全不能追 筆錢當然會比較冷 但是供應其實是有得搞的 有得搞的 我只是聽他的說法 因為你說拿筆錢真的去買房子 如果證明到整件事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然後大陸那個呢 他說他在香港幫他買份保險 誰知道沒有買到 一萬七千元 他這個可以告他 坐牢的 你知道這些保險呢 你說買保險 而你不是真的有賣呢 因為 保險公司如果你說 聲稱幫他買那份保險 而沒有 交到那些保費給保險公司 這個是可以告的 這個可以坐很多年牢的 香港對於這方面是很嚴格的 對於這方面 所以這個女人你不要以為你懶得戚啊 一告你你一定要坐牢的 所以我就說 因為他不是所有事情發生在大陸 而那些錢最終追不回 而是很多事情是 情節在香港發揮 而他講了很多謊話出來 是根本沒有做到 如果有做到你就沒有辦法 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的保險公司有一個規矩 你買香港保險要在香港簽單 不可以在大陸簽單 你這個也是騙保險公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不是騙保險公司 你是騙買保險的那個人 你收他17000元一年 兩年幫他買保險是沒有交保費的 其實這兩條罪 起碼坐五個 我敢說 不是沒有得告的 是有得告的 其實是有得告的 這個大律師 我不知道他怎麼說 根據蘋果報道 都是說他可以報警的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他報警 他是坐夠硬 不算是說酒吧 那些人 你說買樓也是一樣的 你有說甚麼的嘛 酒吧難一點 你要真的知道 他說那個謊話 你要證明到是假才行 也有得證明的 你在上面一報公安就證明到的 現在呢 雖然大家很痛苦 覺得那麼多國內人下來 其實現在的好處是 你在上面報警他還害怕的 喔是呀 你在香港報警他真的不害怕的 喔是呀 他閃了回去 你知道當地的東西 你去那裏報公安 其實上面是很害怕的 喔是呀 上面因為如果你真的一立到案 是有理沒有理 你就先把他抓回去的 是沒有得保釋的 還有啊 大陸是沒有保釋這回事的 他的保釋永遠都是 等到最後呢 其實他想放你了 那就叫做給你保釋 其實你給了保釋金 你是拿不回來的 你就走的 以我們的所知 那不是贖金嗎 對呀 以我們所知 國內人怕你在上面報公安 遠遠都比你在香港在香港報警賊 沒錯 所以呢 這個如果那個阿叔的60歲的的士司機 你在大陸報警 他震了貓王 在上面坐監很簡單的 現在不是那麼容易給錢解決的 以前就可以 因為現在很難 釘勾牙 現在未必有人敢收 現在通常都不敢收 這一節時間 我們真的差不多了 謝謝習近平 其實也是的 因為現在其實 如果不是就很黑暗 因為草木皆兵 現在是濕碎的東西 即是普通小事沒有人能夠收錢 起碼沒有那麼狠 除非你很大件事 去到那些韜天大案 當然你香港人怎麼會有那些韜天大案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講其他話題吧 不過花肥的故事 我想遲些 有時間 因為有很多新聽眾 我們要重新講一次給大家聽 拜拜 拜拜